然后我想跟他分手呢 是因为我发觉跟他在一起是没有未来的 因为他总是这种寄生的这个状态的话 他就没办法就是去独立的完成一件事情 并且呢去为我们俩的这个未来去做一些规划 因为他要寄生在我身上 就是我好他才会好 他其实也不是不赚钱 就是也会赚一点小钱 但是他赚的这个小钱呢 他比如说他要他说他要寄给他妈妈 然后他说他要请哥们吃饭什么的 就是这个钱从来都没有花到我身上 也没有花到我们的生活上 所以我的负担经济上的负担是非常非常重的 尽管说他经常的打压我 然后也不给我什么好脸色 我们之间就没有特别愉快的相处的回忆 可是我依然愿意跟他在一起 是因为我觉得两个人总比一个人要好 我是觉得我如果在北京生活的话 我最终还是要买房子的 那我凭我自己的力量我很难买房子 包括如果是我家里人支持我的话 我可能也没办法买得起 但如果说我的男朋友 他愿意跟我一块努力攒钱 然后他家里面也支持我们一部分的话 我们就可以买得起这个房子 于是我就跟他谈了这个事情 我说那咱们俩如果说今后想在北京扎根 想有一个未来或者想结婚的话 我们是一定要买房子的 这样吧就是我们制定一个计划 你呢攒一些钱我也攒一些钱 我们攒上几年比如说三年的时间 然后你管你妈妈要一些钱 我管我父母这边要一些钱 他是担心家庭嘛 担心家庭的孩子就是 他会比较就是维护自己的母亲 也就是我们说的妈宝男 然后我就跟他还说了我的这个想法 可想而知一个妈宝男听到这个话 是一个什么反应 他就说戴琳 我没想到你这么物质 你是不是贪图我妈的财产 然后当时其实我 因为我阅历太浅了嘛 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他会这么说 然后我就就愣住了 然后他以为他说中了 他以为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于是就对我进行了人格上的羞辱 尝试一点羞辱 但是其实我对我为了就是我们能买房 就是我也做了很多努力 比如说我也想攒钱 但是攒不下嘛 因为一个人挣钱两个人花 然后呢 那个时候我还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会帮他去还信用卡 因为如果说我们想买房的话 那我们肯定是要贷款嘛 北京房子对我们来讲都是很贵的 我一个月就挣了三千块钱 那时候北京的房子都反正我是负担不起 那时候我想买房的时候还不到一万块钱一平米呢 负担不起啊 然后我呢会帮他去还信用卡 就是这也是给了他另外一个 就是寄生在我身上的一个 一个优良的一个条件 就是我每个月就是帮他还几百块钱的信用卡 真的是从我牙缝里面挤出来的钱 因为我是呢 想让他有一个良好的这个信用 这样我们今后呢 就想买房的时候 我们才能把这个款给带出来 这样一直帮他还帮他还 后来确实发生了这个事情 然后加上我也没有余力去帮他去还这个钱了 然后真的就是我觉得我在北京的这个 卖房梦可能要破碎了 但是就破碎吧 那个时候我也不想跟他在一起了 我也动了就是自己过的一个打算了 因为我发现两个人过 也并没有比一个人过过得更好 反而更累